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 我是尼亞斯 好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是單人對多人的模式 就是我把右下角的自動匹配給取消掉 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去打就是四個人的隊伍這樣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然後開場呢 我選擇跳B大街 因為我最近在練槍嘛 就想說落地拿到槍瞬間跟敵人對打 可能跟四個人的敵人打這樣 練習同時跟好幾個敵人射擊的能力這樣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應該會多少進步一點啦 所以我最近都跳B大街 好 那這邊有看到一個敵人走出來 他沒有發現我 但是我來不及射他 所以我稍微繞了一下 在哪裡呢 我看到了 好好好 我們偷偷用散彈槍打啊 他到底要不要出來啊 好久啊 我直接走進去好了 好來 我真的覺得現在那個 平底鍋好煩喔 以前平底鍋 我這樣子拿散彈槍打的話 不會那麼容易中啊 然後剛剛那個被我打趴的敵人 後來被這個敵人給收掉 所以我現在還是0級殺啊 不然剛剛那個敵人是我殺的 我想說殺了他之後 我到處跑一下看有沒有隊友 結果被另外一個敵人給撿走了這樣 我就覺得為什麼最近平底鍋擋子彈的機率好高喔 高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欸 對啊 好 接下來我就聽到車子的聲音在樓上 我想說 搞不好可以上去看他停車殺他一下 結果他就跑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大街這邊有沒有人喔 看起來是沒有啊 無人偵察機這邊都沒有任何的紅點 看起來蠻安全的 我是原本想追著無人偵察機啊 後來想說算了 跑太遠了 我不想要去那個機場那邊 好 我就往上走啦 喔 誰知道這邊有人拿MP40就打我 不過他有點遠距離沒有射到我 所以我就只好趕快繞 讓他接近 喔 趴了 好 我這邊就在後面稍微等一下 看有沒有隊友要來救他 先補一下血喔 可是後來發現 欸 我的血量190而已 喔 只扣10滴就不補了 然後就丟個手榴彈 喔 以防萬一啊 沒有炸到 再丟一顆 因為我丟手榴彈很爛啊 大家都知道 老觀眾都知道我丟手榴彈超爛的 欸 結果發現都沒有隊友來救他耶 我就拿燈筒煉槍把他收掉了 想說我前面那個敵人被他收掉 我就很不爽 然後這邊呢 因為我中間在 我在收東西啊 所以跑圈比較慢 然後就看到兩個敵人在這邊 好 就兩個應該都趴了啦 然後我在這邊就做個補血的動作 因為我在圈外 有點痛 然後發現還有敵人繼續跑啊 好奇怪喔 對啊 OK 補個血 然後我就過去撿他們的包 看一下有沒有補血 現在雖然我補包已經撿到12個啦 因為我中間有跑到那個山頂啊 可是山頂我完全沒有遇到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 運氣很好 完全沒有遇到半個人 然後 我就一直搜啊 搜很多補包出來 然後這邊就撿一下子彈啊 因為我部箱子彈很少 剛剛看只是2、3、8而已 太少了 我這邊就撿一下敵人的東西啊 對啊 嘖 這是我第一次在那個休閒場 打到居然在圈外 撿東西啊 我以前 基本上都在躲圈內的 可是因為這一次啊 收東西 然後又剛好看到敵人來不及跑 我就想說先把他們殺掉 不然等一下我們在跑圈的時候 他們有兩個還三個敵人 這樣之後我就會獵屍啊 因為同時在跑圈 那如果三個敵人射你 是不是很危險 如果同時在跑圈 只有一個敵人在射你 那你可能 躲掉子彈 可是有三個敵人在射你 你中彈的機率就更高了 然後這邊我看到前面有空投啊 不過後來我發現 只有100AW 我就不見了 因為具體槍類的槍 我就用的不是很習慣 然後我就繼續趕快跑進圈內啊 還好補包拿得夠多啊 可以稍微 稍微慢慢進圈啊 好的 這邊就進圈啦 然後進圈就之後發現圈離我們很近啊 然後我就稍微觀察一下 看有沒有敵人在附近 因為工廠這邊我實在不是很想來啊 有時候都會有人跪在這邊 就覺得蠻麻煩 尤其是多人模式啊 更有可能有四個人 同時守在這個工廠那邊 然後那邊掉了一個空投 看到有人走過去兩隻 我就拿消音器 打一隻 好 一隻趴了 好 哪隻都死了這樣 OK 這樣我們有五殺了嘛 好 那我就繼續進圈喔 左邊跟右邊都有空投 我就很擔心有人啦 所以我這邊呢 就在 呃 就在稍微觀察一下 我們的敵人 然後找一下哪裡歸 會比較好歸喔 然後我就在這邊撿了一下包 撿了一下子彈 還有補包啊 這樣我們補包又多了起來 左邊也看一下 後來我覺得 感覺太早進去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先 往這個邊走 這邊我發現有一個小角落 是剛好有一小個地方可以歸著 其他都在圈外 我覺得歸在這邊超級安全 所以我就先歸在這邊 先做個補血 好 因為還剩十二個敵人嘛 我就想說 先慢慢來啊 等到最後一圈我再出去好了 反正沒有差 讓他們互殺 因為我現在是屬於烈士啊 槍其實 好像還沒有拿到那個三級補償器 我只有消音器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好像有點 有點打不贏人家 因為對槍 就是要傷害比較高一點 射速要快 傷害又要高這樣 好這時候我就繼續跑 我想說先跑到這個建築物附近 看一下我們敵人 好我就歸著 好蹲著 聽一下聲音 好有槍聲 然後就發現這邊有兩隻 我就想先殺這一隻 可是後來他突然轉頭 我就趕快跳走 趕快去殺這一隻 然後結果 欸那隻他居然沒有要開槍射我 他先跑欸 然後我就實在我先打他 可是他跑走了 然後樹那邊還有一隻啊 我剛剛有看到 所以我就先躲到牆壁後面 然後看那個隊友要不要來救他 感覺好像沒有欸 我就先跑掉 反正這個先留著 我怕那個隊友繞路過來 從後面射我 我就先跑到後面 我就看到遼望塔上面有一隻有沒有 然後結果他先跳下去了 很可惜啊 沒有殺到他 我就在這邊稍微繼續繞 因為我很擔心有 那個他的隊友繞圈 繞過來打我啊 這樣就比較劣勢 可是感覺 他的 他的隊友好 好冷血喔 就直接把他的隊友留在這裡 然後那個就死了 然後我這邊就在考慮 我到底要從哪裡跑比較安全 我覺得從這邊跑好像有點危險 可是 喔有 看到了兩隻 三隻啊 三隻啊 我這邊看很多人啊 我就趕快先退 先補血 因為我血不夠多 他們三個如果 同時射我應該就死了 我就先跑 沒有辦法 因為要縮圈了 然後我看到那邊有敵人啊 但也沒有辦法 我只能先賭啦 結果剛好這個 涼望塔的敵人在打那三個敵人喔 我就趕快跑到涼望塔底下 快速的跑 可是我速度跑 跑速有點不夠啊 速度沒有到很接近他 所以只要遠距離這樣打 然後不想打 OK 死了 死了之後 三個敵人在打我 我就趕快躲到樹後面 他那邊還有五個人啊 他們打起來 趕快趁機補血 我這邊就在補血 可是我一直在喬位子啊 剩四個了 剩四個了 剩四個敵人啊 可是我這邊沒有補到血 我太快切槍了 我就趕快把 剩兩個了 剩兩個了 其他兩個都死掉了 剩兩個了 我就把左邊先打倒 然後右邊那個還沒有發現我 把他打死 喔 大吉大利 盡管吃雞 久殺多人 吃雞囉 各位 沒錯 我就用福特 然後殺了九個敵人啊 然後就吃雞了 單排多人模式吃雞啊 對 一打四成功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影片啦 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這次的影片是我私底下玩的啦 啊 就順便錄起來 然後覺得打得不錯 就把他拍出來了 對 剪出來給大家看 那 呃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一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我 就更多力繼續收集喔 那我們下一集的影片再見喔 大家 掰掰